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节目 这集英国时事会和大家讲一則有关英国火车票价的新闻 我挺喜欢搭火车 搭火车时会比较舒服 不用自己驾 火车正在动时 在火车上可以打开电脑工作 看书也可以 听歌也可以 如果人有三急的话火车上都有厕所 如果开车就要找个中途站停下 也要花不少时间 而且相对于乘飞机来说 火车的二氧化弹排放又低很多 所以真的有不少好处 当然有个问题 火车一般来说票价比较贵 今天要讲的话题都是与火车的票目相关 而今次讲关于英国东部主幹线 比较图大家先看看 这是英国东海岸主线的火车钢线 北边就是爱丁堡 南边就是伦敦 中间也有不少城市 包括很多香港人住的约克和纽卡索 大家未去过都至少听过这个名字 这条主钢线上有很多公司营运东西 不过最大的叫LNER LNER的全名是Lindon North East Railway 如果中文就是伦敦东北铁路 基本上都是用地名仿佣 它是大户 也有其他公司 在这条路算上营运他们的火车服务 包括廉价的LUMO 其他公司也有 不過我今次主要介紹LNER的一個票務改革 LNER在東主岸幹線上都有不同的火車服務 今次要說的主要是集中在愛丁堡、紐卡蘇和倫敦之間的服務 他剛剛出了一篇新聞說又說一個票務改革 不少媒體也有引述這個票務改革的狀況 其實這個票務改革不是今時今日才開始 上年五月做了一階段的票務改革 今次就是第二階段的票務改革 未改革之前LNER買的票有23種 有分頭等和一般標準等 頭等分很多種 之前就是這樣 上年五月的時間就把這23種改為11種 主要的分別就是採取了Single Lag Pricing的方法去計算票價 簡單來說這個Single Lag Pricing就是已經實施了的票價改革 每一程的單程的票價基本上就是來回票價的一半 也因為實施了Single Lag Pricing之後就是取消了這些來回票 原先就是這些來回票的票價定度通常就是單程加少少 有些地方加一磅就算了 所以就非常鼓勵大家踏來回 但是自從上年五月的改革之後 採取了Single Lag Pricing之後就是已經沒有這個做法 大家要踏來回很簡單 賣兩張單程票就可以了 這個票價就不會比以前買一張來回票是貴的 這個改革相當之受歡迎 包括我自己在內 覺得應該是全國都應該做類似的改革 為什麼呢?因為給大家一個彈性 你去坐火車有時候真的不是說 一定要來回兩程都要坐火車的 對不對?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去那程坐火車 回來那程坐飛機也可以 或者去那程坐巴士其實都可以的 倫敦去愛丁堡九個多小時 雖然真的辛苦一點 但是你說想看看風景 省錢就二十多磅油了 但是回來那程可能比較急 坐火車 都有不同的選擇 這個就給大家一個比較合理的方案 另外一些時間 特別是來到英國之後 我到處每個城市都有一些朋友 有時候我如果北上 我都會想說 可能去完紐卡索 然後再去曼城 然後再直接回到倫敦 都可以這樣玩 如果你以前那個挪回票價的玩法 如果這樣回答就很不值 因為你的單程票價和挪回票價差不多 你買三張單程就非常貴 很多人就被迫買一張 倫敦去曼城的挪回票 然後曼城去紐卡索的挪回票 不是不行 不過變成你的交通時間 無端端就加長了 真的很笨 本來你三角短船 或者你橫圈走一個圈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來回票價就做不到 這個上年五月的票務改革 就很多人歡迎 但是今次這個票務改革 就相當之有爭議了 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說頭等和標準倉 合起來 就是有11種的票務 現在最新由2月5日開始 就會剩下六種的票 可賣 如果分開頭等只三種 標準倉就是三種 如果你說再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通常答標準而已 原先還沒改革之前 現在這一刻有七種票 在2月5日開始就剩下三種票 不見了那些什麼呢 本來day和open那些 其實根本的分別都很小 合評也是相當合理 但是今次有爭議的地方 就是丟了offpeak和superoffpeak這兩種票 就是說一些非繁忙時間 本來一些比較便宜的 但是有彈性的票 以後就不能再買了 這一個就很多人認為 你就說簡化票沒有 但實際就是變相加價 我就站在LINER公司 或者是英國的鐵路部的立場 為什麼他想有這個改革 在他的角度來說 這個改革又不是不合理 要理解一下就要看現在 什麼叫offpeak和superoffpeak 其實如果不是當地的朋友 都會覺得似乎有點複雜 你說我們這個年紀 真的可以慢慢細緻去讀條文的人 可能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一些上了年紀 或者是英語本身不是母語 又或者行動不變 或者理解能力都不是太好的人 真的很容易搭錯車或者賣錯費 先說offpeak 他有分南北的 老實說 LINER這個分法已經不是最複雜了 我更複雜的offpeak 我都見過 就算你是讀過大學的人 都不是他完全理解的 LINER算是比較簡單 大家都有分 北向和南向 如果北向規定了 如果在倫敦出發的話 是早上6點45分到7點59分 以及下午15點59分和17點45分 而是星期一至四之間的車不可以搭 但是星期五六日就沒有這樣的限制 北向更好 南向就不是看你火車什麼時候開車 而是說什麼時候去到倫敦 即是預定的時間 他就說如果在星期一至四 早上10點08分之前 那些就不是offpeak 這就是他的計法 但是星期五六日就不受限制 這個offpeak是這樣 Superoffpeak也有其他的規定 另外不同的時間規定 所以每一班車 究竟是否可以搭 是否不可以搭 大家真的要很仔細去研究清楚 有時候你去買了一張票 如果你買了一張有彈性的票 offpeak return也好 offpeak single也好 或者是anytime anytime就簡單一點 任何車都可以上去 offpeak的話 如果你的班車延遲了一下 或者後面的班車早了你 究竟上得還是不上得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在站裡有職員問 你也可以問一下 但是職員也未必代表 火車上的查票的人 真的有時候用這些票也可以說 戰戰極極 也都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LNEL看到這個問題 覺得很難跟人解釋 什麼是offpeak 什麼是superoffpeak 究竟如何預計 所以他們就撇脫一點 就是扔了這兩隻票 不過同一時間他就增加了另一隻票 以及將那些票改了名 本來就叫做advance 和anytime 兩個名 不過原先叫做advance的票 以後就改了名叫做fixed 其實意思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買票的時候 就指定了一定要搭那班火車 這個就是fixed 原先叫anytime 現在的名字 新的名字叫fullly flexible 總之任何車都可以 還有兩天時間 就是火車票上面 上面上面 上面上面 寫著哪一天 你還可以在那天之後 數就是兩天之內都可以用 很有彈性 跟本身anytime 幾乎都是一樣的 這個fixed 和fullly flexible之間 增加了一項 這個比較有趣 他的名字叫semi flexible 或者有些人用他的另一個名字 叫flex70 原來他的票是這樣的 你買的時候 你也要指定你搭哪一班火車 都是跟某一班火車有關 但是你就不一定要上那班火車 你可以上早一點出發的火車 或者是遲一點出發的火車 那什麼叫小小呢 有一個定義的 就是70分鐘 那這個就是計算那個schedule time 就是去延遲了 那你也有個schedule time 那就是說 為什麼70分鐘這麼溜腾呢 我相信就是因為 在那條線上面的火車 很多時候都是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一班 如果半個小時一班 那些就就是說 你搭不到自己那班火車 你坐過了 你搭下一班都可以 或者搭再下一班都可以 那如果是坐下一班 都是距離你原先那班火車的出發時間 都是遲六十分鐘左右而已 那他再加一點buffer 因為有時候不是那麼齊透的 有些剛剛差了一兩分鐘 他都給你搭了 所以就加了七十分鐘 那這個除了說 你坐過了火車的一個保險之外 也是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說 原來你早了去到你火車站 那你就可以上一班車 那這個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現在這個制度下 只剩下三種票目 就不是以前七種 那有很多人就說 以前其實給了一個 是 off-peak return off-peak的single 其實那個票價 也很便宜 八十多磅而已 現在呢 現在這樣看 沒有了那個是很有彈性的 off-peak single 那如果你要很有彈性 你只可以買 Fully Flexible 那你單程要買到194磅 這個就比原先那個 off-peak貴很多 同一時間當然 你說不需要彈性的 你說advance的 以前也有的 Advance也不保證你 究竟是 有沒有可以買給你 還有那些票價是海鮮價 現在這一刻看就是這個價 但是過幾天看之後 就會不同了這個價 但Fully Flexible 你最後一刻買也是這個價 究竟Semi Flexible 和Flex之間的票價差幾遠呢 這裡看到這一班就差20磅 但是不是8萬多20磅 有些就20多磅 這一班就差20多磅 那所以就可以說 其實Semi Flexible 是Fixed price上面加一個保險 這個就是最新這種票的特色制 那現在呢 都會是實施的了 那究竟這個是好事還是不是好事呢 那我自己分析一下 其實這樣說 因為英國的火車票務實在是很複雜 而其中一個複雜的地方 就真的在於off-peak Super-off-peak的定義 因為如果你和你爸媽 我也不知道你能否解釋得到 我要這個時間 這一天也不同的 這一天就是 什麼時間就可以搭 什麼不可以搭 那麼這班火車屬於off-peak Super-off-peak 還是anytime都可以 就是逼一張票 在這班火車可以用呢 其實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可以找到 那所以呢 他用這個方法去取消 這個off-peak和Super-off-peak 這個是票務呢 我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突然之間好像貴了很多 如果你要彈性的話 以前在付 不用100磅就可以買到 off-peak 但現在就要付 差不多200磅才買到 一張新的叫做Fully Flexible 那就變相加價了 那就是了 如果你真的有彈性 那就沒辦法了 其實真的會貴很多 不過呢 也要鼓勵大家考慮一件事 其實所謂Advanced 或者有一新叫Fixed的票 其實呢 有時候都不是說 一定要很早去買定才會有的 當然彈性是少些 也不能退錢 理論上可以改票的 但是就要付一個10磅的行政費 而且要是你的車開之前就改票 那你也要定到改什麼時候才行的 那有時候你想說 這次去不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去 那你就不能改 其實是 但是那件事就是 其實我自己個人經驗 都試過不少一次 其實就是去到火車站 才買Advanced 就是他現在叫Fixed的票 其實是有的 也都可以很便宜的 那所以呢 就問題是不是說 一定沒有彈性呢 那又不是一定的 只不過這個心態就有一個調整 如果你是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才賣票的話 那票價可能會比較貴 也都可以先假 如果你幸運 仍然有一些Fixed Price Advanced的票 那仍然可以是比較便宜的 特別是如果你選一些 不是那麼繁忙的時間 那其實很多時候 八九成機會 你都還有得買這些 固定票價的票 也都不一定很早買定 可能你離開家門口的時候 買定都可以了 但也有個機會 到時已經沒有這些固定票價的票 那就被迫買一個Fully Flexible 那就自己要決定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樣去做 如果搭長途火車 其實大部分人正常來說 你都是預先計劃定的 所以都是會買定先的 你不要說早兩個星期 你至少早兩天買定 是不是 如果早兩天買定 你也訂了酒店 或者跟朋友說要去那裡住 那你就早一點買定 那這個 就應該是最省錢的方法 不過就不是說一定 即是你去到火車站 買一定會貴一些 那麼你最大的問題 究竟是去到的時候 還有沒有當場可以買的 Advanced 或者Fixed 的一些票是給你買的 那不是一定沒有的 所以我經驗上面 就真的其實都試過很多次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一定會貴一些 那也要看看將來的情況 當然了 這個Fully Flexible 200磅幾是否很貴 那有些人就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說 喂坐飛機 由倫敦去愛丁堡 20磅有了 如果你坐廉航的話 是的 沒錯 那有時候是有了 不過也不是經常有的 因為如果你說你最後才買 其實可能也要百多磅 也不一定便宜很多 而且乘飛機 你又要去機場 另外又要付錢 如果你駕車去機場 那些泊車費 貴到相當驚人 加起來 其實應該就未必會便宜過你乘火車 而且乘火車 也是炭排放比較低 你乘飛機這麼便宜 其實它沒有完全反映到 那些二氧化碳排放 對於這個地球造成的破壞 這一點也是自己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我不是說一定不能乘飛機 看回情況 至於乘飛機有它的舒服 快捷的方便 也要看看你的目的地 近不近機場 是不是 也要看看是否適合你的時間 不過如果乘飛機也好 乘巴士也好 其實你也要預早訂定飛 那你就應該和火車的確定價錢去比較 那火車的確定價錢 照計來說 應該在很多情況下 都還是便宜過 即是乘飛機的全部費用 那就一定貴的乘巴士 但是你乘火車 四個多鐘去到了 你乘巴士要九個多鐘 乘飛機 沒錯 就是快的 但是你算上去機場的時間 也在回到 如果你自己開車 又要九個多鐘 還要自己開 還要不塞車 不塞車也要八個小時 由倫敦去愛丁堡 你加上中間的停站 去廁所 吃飯的時間 你不可以一邊吃飯一邊開車 但是你乘火車 就可以在火車上慢慢吃 這也是有自己的不同的選擇 對於今次的票務改革 大家有什麼意見 特別是這個票務改革 我相信將來 就是其他公司 火車公司 或者整個鐵道部 的一個改革的藍圖 如無以後也是 就是說 不是正向影響LNER 不是正向東主岸幹主線 上面的居民 其他人 可能將來都會沒有 off-pit 或者superoff-pit的票 大家怎麼看 不妨在留言寫下 今天節目講到這裡 麻煩大家早前 按LIKE 如果還沒訂閱胡思頻道 按訂閱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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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